今天有事情有没含就说 我来的标准 我去考男人去想嘛 小西亚 其实在里面和逃行说过了呢 哎 听你们俩说说话 就知道你俩肯定是听声 嗯 为什么 你们别看早期 现在这么光彩夺目的 在当年可不是这样的呢 当年的他 听到人家里 不会倒不倒吗 他说的一点也不夸张 他以前呀 还真就这么一人 记得他一刚入学那会儿 他一打男生 跟我们说话都会脸红 就更别提一声了 印象里 他就没跟女生说过啥话 就连跟我说话呀 他都只能导错就导错 其实 其实要是咱们来 想到 这倒是 然后我们就太确认了 我说了 显然不学 面相说我背你后来 谢谢大家